其实我有问题要请教你 先坐 坐 其实 我也策划了一个求婚 但失败了 爱情也把你拒绝了 那倒没有 不过我还没开口 就闹了一个乌龙 所以我想请教一下你 就是作为女生的话 希望被怎么样求婚 我这里好像都是失败案例 那你就跟我说说 韩商言是怎么求婚的 我当个反面教材 学习一下 我可以跟你说 但我不建议你模仿 好 这还要记下来 必须的 好吧 她呢 是在全国比赛结束以后 向我求婚的 比赛结束 首先 不要在比赛结束后求婚 太突然了 地点是在火车站 火车站 其次 切记环境过于杂论 她当时把冠军戒指拿出来 戴在我的手上对我说 童年 我们结婚吧 好吗 那一刻我当时都吓傻了 她 其实对女孩儿来说 求婚意识是否浪漫 固然很重要 但是更重要的是 你是否可以让女孩儿 对未来生活出满信心 信心 当然了 你要让她相信 你一定决定好 负担起她整个人生 要让她知道 她婚后呢 跟婚前是一样自由 只不过是多了一个人陪 他不需要说任何的话 你就知道他所想的 你会一直陪伴他 陪他做他所有想做的事情 最主要的是安全感 你要全心全意地对他 我说的这些可能太多了 只是仅供参考啊 没有 没有 这些都是非常宝贵的建议 谢谢你 吴白 加油